所以说要先修出离心 然后设施的善业才是能够 为解脱轮回积聚的福德质量 你出离心设施善业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修解脱道 但是你得有福德质量 你得有福德质量 你没有福德质量 你修不了解脱道 所以说以出离心设斥来修善法 就是具具解脱道的质量 解脱道是长远之路 你没有质量也是修不了的 没有质量的话 罗汉脱空波 不是这样说 你想修行解脱道 人家没能供养你 你只好在世间 你那个业 会让你出不了家 修不了道 你虽然有出离心 但是你没有福报出家 没有时间修行 会有各种愿签着你 就是你的 以出离心设斥 修这个善业不够 不够 福德福报不够 不能够修解脱道 这个福德质量不够 就是你就出不了家 修不了这个解脱道 知道吗 福报不够 所以要以出离心来修持善法 那你福报够了 自然就能出家 能修解脱道 到那个时候 你修解脱道的时候 你都会修得很相应 否则的话 即使你提前出了家 你会翻业章 那你修不下去了 即使你剃了头 穿了衣服 你修不了法 为什么呢 你的福德质量不够 即使你有一点出离心 你的福德质量不够 你也是修不下去了 所以说要以出离心设置 修善法 然后提起一些福德质量 然后那个时候 因缘成熟了 就可以落化 但每个人的福德质量不够 然后你一直在离心论 那么小节目 但是刚才有点出离心设置 那么小节目 因为你意味着 然后你感觉到 那种时代来 所以我就是 那么小节目 那种 那么大 那么 那么 你 是